你还棒 煮棍了 我看您的精神状态挺好的 精神状态 老年人生活非常好了 是啊 各种福利待遇 是吧 从医疗保障 到平常的饮食 是吧 都非常好的 您今年 我是六十七吧 六十七 那真不错 还不错 我看您那挺有气的 您那是 在哪退的 我就是一般的企业 企业退的 您之前您是做什么 就是搞 就搞基层管理的 合理人 基层管理的 那你也属于是领导 不是领导 不是领导 我看出来 您从你那气的来看 您是真的领导 谢谢 那您之前您是在哪家 那个 就在一个国企 国企 您是什么时间参加的工作 我是七零界的 哦七零界 七零界毕业生 那等于七零界就上班了 那可不是那个时候都是那样 是 都是那么早 您是 您当时是什么学历 嗯 当时是什么学历 当时是什么学历 当时那个年代就是初中毕业 那已经算是 正常 就是初中毕业 是啊 这边能把练到初中就很不容易 对 那个年代 那个时代 全是那个样 对 对 行 您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您是做什么 刚参加工作就是一般的工人 那会您能赚多少钱 那时候才十几十多块钱 我记得好像是十六十十八块钱 是 那时候全那样 对 那您怎么升聪那个管理人员 当时 就是随着工作慢慢干嘛 积累经验 慢慢干 那您手下当时管理多少人 没没多少人 也得 我看也得几百人的 那几百人差不多 几百人 是吧 本来我看得没错 是啊 那您升职管理以后您这么多了 那个 都一样 这个跟随着这个年代 这个发展全都一样 是 对 那大爷 那您得 我看您得六十退的去吧 六十 对吧 对 因为企业的管理人员 就是六十退去 对 是 那您现在退休金能拿多少钱 我现在是不到七千块钱吧 可以啊 可以 还算了 可以 对一般的企业来讲基本都在五千左右 五千多吧 随着也是 每每年都涨 是 国家对这 退休的老人 是吧 都非常关照 他每年都给涨 涨一步 也是 也不是 退休之后 他就是每年全都全都 因为这有领导 因为他企业这有领导 六十岁退休 不是 全 基本上 有的企业不一样 有的企业可能是五十五退 有的企业呢 是六十退 对 因为据我们知道是普通的 普通的 普通的 他分你的那个工种 嗯 对 不一样 对 跟你的工种什么不一样 你像这劳动力比较强的 他可能退的就早一点 是 五十五的话 嗯 有的服务企业呢 一般他就是六十 六十 那是大雅 您真不好 您得多保重身体 好 谢谢 谢谢您